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布良斯克 阿斯特拉罕和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这是今天夜里 昨天夜里就是往前一天 乌克兰的无人机机群攻击了在卡卢加州的一个大型的游库 在视频里边能看到至少四个大油罐 打的是大火冲天 起就完全爆炸了 与此同时呢 也在昨天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在卡卢加的一个台风工厂 这是一个军工企业 为罗罗斯军队生产台风雷达给这一种型号 把那打的也是火光重铁 那前两天我们说打了几枚ATACMS战果 我们是模模糊糊看到了 后来战果呢今天已经爆出来了 咱们给大家说说前一轮 也就是打到第三轮的那个战果 那个战果呢是射了三枚 三枚ATACMS 在沃尔斯克距离苏梅边境40英里处 当时呢是炸了S400雷达摧毁了它整个的系统 袭击呢发生在11月23号 整个的这个系统呢当时处在一个非战斗状态 你要是战斗 你自己有防空系统有雷达人家来你还看不见吗 当时他正在正常的维修保养过程中 结果这三枚导弹来了没弄住 完全击中 导致呢雷达和两个导弹发射器被摧毁 有八个俄罗斯人就是来的工程师什么的被当场击毙 包括有五名军官 这里边都有啊什么马克希姆少校 还有一个队长 打完了以后我黑灯瞎火 现在人家把战果给爆出来了 然后在昨天上演了第四波远程打击 大家别忘了啊 这第三波第四波都是在普京做完了他那个所谓的什么洲际导弹秀之后 人家这就跟没发生一样该干啥干啥 昨天的第四波远程打击动静很快打 打的是霍尔斯克哈利诺军用机场 目前的报道是六枚APACMS导弹击中的机场 俄罗斯在这个州的州长说有七枚 呃呃乌克兰国防军讲现在战果我们还没法统计 你想那23号打的我们今天才知道 这个你大概在两三天以后还能知道只有画面 画面显示呢整个这个军用机场遭到了攻击 使用的是极数炸弹 在现场产生了爆米花一般的壮观的这种效果 目前的俄罗斯方面的报道 他们在乌克兰前线的重要的装备已经大规模的向后撤离 包括战斗机直升机和一些重要的武器系统 包括他们的弹药库都在向400公里以外全线撤离 来躲开美英导弹的射程之外 有用没有他真有用啊 这一看呢人家给画了个圈嘛 我得跑去圈外边了 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啊 这个美国给标了200个目标啊 那现在呢他们都跑了 俄罗斯媒体呢也评估那乌克兰用于远程打击的 现在的美英导弹到底有多少啊 他们这儿的评估大分是700到800枚之间 这就在这个时候 法国刚刚宣布 要送给乌克兰一种新的杀器 一种隐形巡航导弹 以雷达还找不到射程多少 1000公里 我不知道他给多少啊 这也是在乌克兰的武器库里 如果1000 这就是最远射程的导弹 具体的参数 过两天我们就知道了 没想到普京秀了一把他所谓的洲际导弹秀 结果把美英法的各种导弹全都给照出来